早前我出了帖子,它是一幅相片 重点应该是我手抽着那块东西 但大家把焦点放到鞋子上 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 明明手那块东西那么长,那么漂亮 所以今天我就拍一次开箱 兼试一下 顶上这个相片是不要紧的 所以开了是没所谓的 最重要是里面那块东西 因为它寄来的时候是有这个箱子 大家看到这个这么优雅的包装 这个耳机就是Clip的HP3 看看怎么开的 这里有一张纸 好像以前那些立风一打一打下去的 那现在呢,就是要这样的割刀 慢慢割好它 然后就可以移出来 啊 这些开箱就真的享受了 因为箱子真的漂亮 图仔那些都是很多层垃圾 图仔那些 好,然后移出来之后呢 它就有两层 两层我们慢慢拿出来先 第一层 好像别人的手式一样 这是第一层,就是耳机 然后呢,第二层 然后呢,第二层 啊,还有一个stand 应该就这样呢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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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看 这样就完成了 好漂亮啊 这个座 虽然我也有一个木座 但是这个好像更漂亮 除了座之外呢 它还跟机有两条线 这个是它自己有左右声道的一条线 左右两边分开插的 跟的是3.5头 好 另外这条呢 一样也是有LR的 6.3的线 比刚才那条3.5呢 就长一点 我想这条是 短这条是1米2 长这条应该有2米 对,长这条大概是2米 那不如就 两条都试试听一下 我纯粹用iPhone是想试试它有多大 刚才只用iPhone 音量是较到大概六七成左右 就已经听着我平时喜欢听歌的音量 所以其实它也不是太难推 那当我保持同一个音量 但是我加了耳矿的时候 的确是听多了 而且密度就高了 就开始叫好听了 如果刚才没有加过iPhone的时候 就未是非常那么惊艳的 对于声音来说 虽然它的样子很英俊 但是声音我未听到什么特别 但是加上耳矿就会觉得 咦? 听多了东西的时候 就觉得它是挺OK的 我们更好看 剛才用桌礦時 我用了其他品牌的耳機 第一個是AKG K240 II 另一個是Sennheiser HD650 HT650是我很喜歡的耳機 它在Sennheiser的線上算是最有味的 聽甚麼都舒服 聽歌仔很棒 要場面都有場面 外形沒有那麼漂亮 但聲音是非常不錯 而Sennheiser HD650很準確很清晰 而且都是一些易推的耳機 但當我用到HP3的時候 HP3是全贏的 我是不期望它會全贏 但突然間那首歌是 嘩 我是真的有壞一聲 剛才用iPhone再加二礦都沒有壞一聲 但當它進去桌礦的時候 剛才我是聽到壞一聲 平時我用650都覺得很好聽 但我用它是覺得更加好聽 當然你說究竟它值不值它 改一個價錢 加上剛才這堆箱包裝 我告訴你是值得的 當然我沒有試過用它 來再VS它同價的其他耳機 但如果我以剛才的包裝 它的樣子再加上剛才 贏了我另外兩隻耳機 當然我另外兩隻耳機 都是平價的耳機 以這樣比較來說 它真的無論外形和聲音 都是超越很多很多 所以接下來我將會在我自己的桌礦上面 就放它 街上有沒有展示 因為你看到未必是這個顏色 它有三個顏色 有個深啡色 有個黑色 我自己喜歡淺啡色 因為木紋最出色 另外如果有展示的話 你記得試試可以插一下桌礦 聽聽聽 如果自己的印象 因為我試過很多耳機插桌礦 這一個是我暫時最驚喜的一步 驚喜來自於這個牌子本身是出喇叭 還有其他較便宜的耳機 突然間有一個這樣價位的耳機 我心想你是不是 雖然東西做得很足 我未聽之前的東西做得很足 包裝等等做得很足 一聽完剛才是 我會用不得了來形容 我不是叫你買 因為那個價錢不是人人接受得到 但如果你在街上見到的展示 真的不妨試試 尤其插一些大推力的玩家 或者是桌礦